Yunice 你是一個磁牌的什麼治療員 治療師 你說說 是催眠治療師 催眠 這個話題大家都會覺得很神秘 很多人對催眠很一知半解 其實身邊很多朋友很好奇 對 為什麼跟人說你做什麼 我做催眠 大家會叮一聲 你會催眠嗎 現在還有 對 還有可能會有些擔心 跟我說話會不會我給他們一些陷阱 對 有些不好處 你覺得是不是這麼容易 當然不是 真的不是 這是誤解 對 你不用怕催眠師 UNIX跟你說兩句 你會說了你的手機 不是 這是密碼的 是不會的 絕對不會的 所以放心 真的沒有那麼厲害 另外我也想問一下 催眠治療和治療 前世今生日的治療 是否兩件事 是不一樣的 前世的催眠 其實可以透過催眠去達到前世的催眠 你可以看到你的前世 你也認識的 都認識 是嗎 那如果是這樣 會不會在靈異的角度裡 會有衍生這件事 因為前世都有些靈異的事件 對吧 你看回前一世 不是現在的事 是嗎 試過 絕對是 因為你會在過程裡 看得回那件事 而且最重要是 你是感受回整個環境 有些人甚至親力其境 你可以到處摸摸一些東西 到處走在那個空間裡都可以 也有人會這樣試過 你可以說一個 你試過前世催眠很深刻的事件嗎 很深刻 前世催眠未有太深刻的事件 但未去到大將軍大任 或者很轟動 我未遇到 希望之後會遇到這麼有趣的故事 但最近有一個特別的事件 因為他現在是因為很害怕雀 很怕雀 所以就來找我催眠 他在過程之中 透過一些潛意識的溝通 在催眠期間 然後我就知道原來 他怕雀的原因 是因為他前世的一些故事 他甚至可不可以說是前世呢 因為他那個空間 簡直不是一個前世的環境 甚至超越了地球也有可能 可能是跟外星有關 他說在一個森林裡 然後他看到一隻很大隻 白色的雀 然後他自己的身份是類似女巫 他住在那間屋裡 然後他就跟那隻白色很大隻 然後我從他口中聽到 是一個很神聖 給予到溫暖 給予到安全感 那隻小鳥 他們是朋友來的 他們是一起生活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在那段催眠裡面 他看到一個本身在現實中很害怕 他只是看到羽毛已經很害怕 但他竟然會在催眠裡面 他不害怕那隻小鳥 甚至乎他說 我覺得他很溫暖 給我的感覺 我摸著他的羽毛 我覺得很舒服 是好像家人 好像他臭大我 有這個 那結果就幫他解決了這件事 以後就不再害怕小鳥 他找到這個原因 就不代表他立刻可以放下那件事 所以就繼續做一些脫吻的過程 即是把他現在很恐懼的感覺 去拿走 因為可能是中得太深 就是那個恐懼的感覺 但其實他找到那個原因 是有一種釋懷的 始終他是有那個 找回他以前的一段經歷 至少是有一個聯繫 他的心就會 比起以前 會多了一份安定 OK 這就是透過一些前世出眠 得到的效果 原因 都聽不少的 有時候也會這樣 好了 今晚除了講講你這些經歷之外 還有原來你也 有機會 在工作以外的事情 是嗎 是 那時候 最近的一次來 就是工作 那時候 其實我不知道 大家聽開這個節目 應該會知道 香港的地方特別是 就是出名猛鬼 我本身就完全對這件事 我不會專門去知道 香港哪裏猛鬼 那些 那時候我去了金鐘政府入處 不知道是不是 我之後上網看才知道 原來那個地方 很多人都有說 是 我那時候就去找 因為工作的原因 就是去那裏工作 那 就去 我又去了兩三次 那時候 它是一個舊的辦公室 然後我們就要去借用那個辦公室 其實是借用 是用來預備借用 其實沒有借用到的 但是就去準備 就是會設定一下場 那樣的 那去到那個地方 其實我平時都去到很多 就是那些舊的地方 譬如那些很髒 很暗 燈光很暗 那些東西 其實都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 但是去到那裏 就是 我一進去 就馬上覺得 又很不妥 就是我的頭 首先是很痛 然後是 其實那個感覺是 一開電梯 就已經感受到 那個氣氛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你入電梯和出電梯 就是兩回事 然後去到 就是一些很殘舊的 然後它是一個刑事的地方 一個刑事的部門 就是會看到不知什麼的刑事官 然後我就進去 因為我們借用那個地方 就是設長 照去做 就是擺一些東西 去看那個環境 然後呢 就走到進去的時候 就看到 就看到 就是本身已經是很不舒服的 然後我就走到去 某一道門的時候 就覺得 那個感覺是很差的 然後呢 就在我 還在那裏感受 然後又很不舒服 又身邊的人好像沒有什麼 我就看到那裏有一張牌 在那個門口 我想那裏應該已經荒廢了一段時間 然後 然後 在那個門口 它是擺了一張 天主教一些神像的畫 就是一張卡在那裏 既然我看到 我就覺得 千萬不要動那張卡 就跟其他人說 就任由它在那裏 就不要碰它 這個是突然間的感覺 是突然間這樣覺得的 然後呢 就發生了奇怪的事 因為 那時候 他有一個管理人 給了我們一大抽鎖匙 然後 我就開鎖匙進去那裏門的時候 就開極都開不了 嗯 然後 其實 那裏是有窗的 應該裏面是有窗 就是對著外面 那裏的間鎖匙 其實都很明顯 外面有窗 但是 裏面是覺得很暗的 那個感覺 就是 主要是綠綠的 顏色 透過那裏都看得到 然後就開幾個開不了門 那我就覺得 是不是我感受到 嗯 好像有人不讓我開啊 這樣 那之後我就 唉 那我就叫 不如叫其他人來開吧 但是都是開不了啊 就是 視極都是不行 嗯 那 那 之後 他們 之後 就突然間 靈機一觸 我就說 不好意思啊 這些 就說 我們 做事 不會打擾 你的暴落 然後就一夜就開到那裏門了 真的 是很輕鬆就開到 即是本身插條鎖匙下去 是轉無法轉 是好像 那些東西是張住 所以 對 就很神奇了 那 那開了之後 其實就OK的 其實那個辛苦的感覺 都一直都持續 但是 開完之後 就感覺到有些冷的東西 出來了 就是 裡面是冷的那個感覺 我現在說回來 有點冷 那 然後 除了這件事之外 那 有沒有看到東西 其實是在那個環境裏面 在那個環境 其實 有沒有實體的靈界出現呢 或者煙霧那些出現了呢 這個是要去到另外一天的 真的有 第二天又再去 那 就已經不再搞那裏門 然後我再走進一個房間 那裏 然後 我就走到 最後那間房間 其實我也不是很想走過去 但是那天那天有幾個藍 因為前一天完全沒有藍 一起去 那幾天又有 那我就覺得不如去 照走過去 就是 始終都要搞那邊 就是 都要用那邊的 那 其實都是經過 因為 有點好奇 就是 又想看 有點害怕 那 然後 就 進去最後那間房間的時候 就 其實那道門是打開的 然後是 看到裡面 是有一個個的 一個個的 好像神像那樣的東西 然後又有一道道的符 政府部門 有神像有虎 是 那個地方是荒廢了 就是 已經是很久沒有用 你看到那些 是鋪了層 地毯又爛了 是已經荒廢了好一段時間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發生了些事情 才會這樣 其實 你說那裡是政府合處 就是金鐘 是啊 就是 太古廣場上面 那種東西 是嗎 是啊 是啊 原來有荒廢的辦公室 那裡 是啊 還有刑事 那裡有些很詭異 那些人好像臨急臨忙 走了 打眼神 真的 這麼棒 是啊 其實是否真的在安排什麼節目 其實為什麼 我都在想 因為他們連名牌都還在 然後裡面 有一張牌在 然後裡面的電腦 那些電腦 那些電腦 不是打字機那些嗎 那些不是嗎 那又不知道 因為我去到時候 已經是搬走 一些 其實 但都看到有些東西還在 一張牌 那我想問你們有鎖匙才進去 整個環境 還是 無緣無故有人可以進去 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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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拿鎖匙才可以 因為你們是 問准了借牆才知道 可以進去 是啊 是因為太害怕而沒有借到牆壁嗎? 最後是這麼幸運沒有用到我 因為Eunice其實是有感覺的 你剛前也上過我們辦公室 有其他事情交一下 她馬上跟我們說你們辦公室也有 我告訴你 一出電梯已經有 你們跟Lobby完全不同 是嗎? 那你說一下來到我們這裡又怎樣 Rae的房間 就是我同事的房間 做甚麼? 是 我沒有看到實體的東西 但其實要看是會看到的 我用一些方法 要看是會看到的 但就不要搞了 那你感覺到 我閉上眼會有影像那些 或者我回家後閉上眼會有影像那些 是 所以也不太好 那直播室你有沒有走過? 沒有走過 是嗎? 直播室有進來 你是進來的 有沒有看到她的姐姐? 直播室反而可以 我進去的時候 是 是 OK 那你感覺一下 好嗎? 有空感受一下 但你真的 真的 不是太想 如果你今晚是有影像出現的 是可以有的 是 其實很看當時的狀態是怎樣的 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去保持自己的狀態 是好 因為以前 自己的狀態不太好的時候 真的會看到 一閉上眼就 哇 那些東西飛過來 你見過最害怕是哪一次? 我見過最害怕是一個 應該是跟我有血緣關係的人 但我從來沒有見過她 我從來不斷看到這個樣子出現 然後 然後 我先去問我家人 然後我才知道原來是 出了一個靈媒的 即是 跟人通靈驅鬼的人 即是 我的媽媽 你不知道嗎? 是的 我不知道 一直都沒有人跟我說這件事 噢 那她來找你嗎? 即是你媽媽來找你嗎? 其實呢 我覺得她一直都與我同在 即是之前 嗯 特別是我小時候 即是一直同在 即是她甚至是 咦? 沒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了? 真的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的話 就非常簡單 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呢 可以上去 admonpo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呢 參與這個月費計劃 聲音呢 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 就是50元 好了 至於說 我不想參加月費 想給Cons看哪集 就買哪集 都是可以的 就下載我們 BIG BIG AIR的手機APP 說話 你可以釋除專片 喜歡哪集就買Cons看 所以希望 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護員 你會看得最多 最恐怖的個案